第1335集 找新靠山 想买我的公司,我们倒可以面对面地谈 采取这样的手段是不是卑鄙了点啊 银康宁不卑不喜,大势一去再生气就伤身了 比起英总对待贺锦生的巧取豪夺 我们这也算是光明正大吧 至少我们遵循了商业买卖的规矩啊 皮特说道 先是让监管机构查我,强制停牌 然后又利用资金搅乱市场 这也算是规矩吗 银康宁问道 英总,你现在已经辞去了汉鼎集团的董事长 一切都结束了 我今天来这儿不是和你吵架的 我是想和英总达成一个交易 皮特说道 交易 银康宁皱眉问道 没错 英总手里剩下的股份也不多了吧 我们想买过来 剩下这一点呢 你也没有多大用处 对吧 我们可以以高出20%的价格 购买你手里现在的股份 如何呀 皮特玩味的笑道 哼,可能这不卖是不行了 是吧 我们这也是为了英总好啊 我想通过贺锦生的案子 你也知道了 我们不是一般的外来投资者 说到底 在国内没有一些人脉 我们是不敢轻易涉足大陆市场的 银康宁看向蒋玉然说道 哎呀 那既然这样 那就卖了吧 我也不想当个脚屎棍 不过我有个条件 你说 只要是我能答应的 我肯定会答应你 我想 见一下米先生 只要是答应我这个条件 别说是卖了 剩下的这些股份送给他都可以 我也不差这点钱 皮特一愣 英总 你这是什么话 我不明白你什么意思 米先生是他们的后台 这事很少有人知道 而且这些资金 也不是米先生一个人的 而是他网络了一群人的资金 那些人是谁呢 就连自己都没见过 自己不过是顶着一个资金前客的帽子 其实做主的 都是自己的老板 米先生 林康宁听到皮特这么说 眼睛直勾勾地看着他 然后说道 装傻是吧 好 你就继续收购吧 我永远都是第二大股东 剩下的股份 我不卖了 我就让他烂在汉顶集团里 林康宁说着就要起身离开 英总 等一下 咱们 凡事好商量嘛 其实米先生基本上是不见外人的 所以这个我要请示一下 好 我等着 英康宁重新坐回了座位 皮特起身去打电话了 座位上只剩下了蒋玉然和英康宁两人了 英总 您这是什么目的呀 蒋玉然问道 在他找我之前 我还真是没想到这一点 乔部长是个可以结交的人 但是成本太高了 一个东北的地块 一个内蒙古的煤矿 这个人胃口太大了 想着能合作来几次 我们就要破产了 我们玩不过他 但是我想 这个米先生 资金实力还是可以的 要是能和这样的人搭上线 玩着 就能把钱给赚了 英康宁说道 可是前面有贺锦生的事情 这个人恐怕不好打交道啊 蒋玉然提醒道 贺锦生的事情 是他们先挑事的 如果他们有合作的意愿 就不会提贺锦生的事 贺锦生已经出局了 他还有什么 英康宁皮笑肉不笑地说道 过了一会儿 皮特回来了 英康宁呢 没说话 那样想得太急切了 合作嘛 一开始就要讲究个对等模式 否则一开始的卑躬屈膝 将会在未来的合作中 让自己永远处于被动地位 英总 米先生向来是个低调的人 很少见不熟悉的人 但是既然英总说了 他说可以破例 怎么样 我们的交易 等见到了米先生 我会和他谈的 我现在不想谈交易的事了 不是 英总 你不能出尔反尔吧 我帮你联系了米先生 他还促成了你们的见面 你这样我很难做 皮特一下子就急了 哼 哎呀 我们这不是还没见面吗 哦 原来你是在担心这事 如果连这点信任和诚信都没有 我们还怎么谈合作呀 皮特哭笑不得地说道 是吗 对于一个刚刚出巨资 把我的公司收购的人 你让我相信你 换作是你 你信吗 银康宁冷笑道 皮特摆摆手 表示无话可说了 起身拿起自己的皮包说道 明天一早我联系你 到时候再见面 银康宁动都没动 对他来说 皮特不过是一条狗 他要谈的对象是狗的主人 而不适合狗谈 夜渐渐地深了 喧嚣了一天的城市 渐渐进入了睡眠 莫小宇从车上下来时 全身基本都湿透了 香港的温度太高 即便是晚上依然很热 莫小宇乘电梯到了楼上 再往上一层 就是鹰眼所住的重症监护室 这里依然是警方在看守 只不过 从最开始的四人 变成了两人 莫小宇打开了一间 医生办公室 偷偷换上了医生的衣服 吹着空调 瞬间就觉得这里舒服多了 一直等到凌晨一点半 这个时候是人最困乏的时候了 莫小宇出了门 戴着口罩 穿着白大褂 看上去倒像是个医生的模样 他走楼梯 一步步上去 非常小心 生怕还没到楼上就被发现了 自己可能就会死在这个楼道里 一步一步上去 站在关着的楼梯门后 透过玻璃 他看到两名警察都在楼道里坐着呢 只是 一个是倚在墙上在睡觉 一个是低着头在睡觉 对他们来说 这无疑是一个苦差事 但是怎么才能进入到重症监护室里 对莫小宇来说 也是一个苦差事 莫小宇轻轻地拉动楼道门 果然会发出一丝响声 于是 他只能是慢慢地再把门放回去 自己只是来看看 又不是带他走 万一被发现 那么接下来警察很可能会加大警力看护 那到时候 白露再想把这个人带出去 可就难了 读动不思议